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当地政府同意之后 专家便把这个古墓进行了挖掘 在这个不知名的古墓中出土了大量文物 不仅有钻石 而且还有一些金属器材 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最奇特的罐子 这个罐子看起来像是一个酒坛 这让专家非常纳闷 因为很少在古墓中有液体的东西陪葬 于是有一位专家就尝了一下 之后专家就不断的咳嗽起来 这让其他专家感到很不解 这位专家慢慢平复下来 就表示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味道 自己之所以一直咳嗽 是被呛到了 最后专家将这瓶不明液体送到有关部门进行检测 到最后发现这是埋葬了千年的女儿红 因为时间的原因 里面的酒精全部挥发掉了 喝起来和白开水一样没有任何味道